今天我们来到了自驾北疆大环线的第二站 布尔金线 这里与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蒙古国接壤 有21个民族居住在县境内 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58% 汉族占总人口的30% 其他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2% 满大街的欧式建筑 走进这里 让人感觉到了欧洲 今天到这里已经是下午7点了 不想做饭了 来新疆吃了很多羊肉 来到这里想换换口味 我们这几天在新疆吃了太多新疆特色的食物了 已经有点吃腻了 燕子说要尝尝四川的味道 就吃来火锅了 虽然这个火锅没有四川的地道 但是我感觉已经就我的命了 我这段时间已经被那个商口吃的 听到都害怕 原来我最爱的是火锅和烧烤 现在只有火锅了 主要是他们这边的都是烤羊肉啊 就是不是说不好吃 就是吃的太多了以后 我们就有点腻的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有点吃伤了 不能天天吃的吗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我们向驻车地五彩滩停车场出发 如果在内地这个点都准备睡觉了 可是在这里你能看到最美的日落 远处的天空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出火红的景观 天空像被烧红了一样 锋利发电机在风中旋转 与染处火红的天空相互映称出自家以来看到的最美日落 这里就是五彩滩 刚刚给大家看了最美夕阳 但是蚊子太多了 我们晚上不能在这里住了 成灾了 快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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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